今天一提这续来关注 民进党桃源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涉嫌抄袭风波越演越烈 海北市议员文鸿辉再出提出了新市政 表示林志坚在中华大学的论文正本 出版时间是2008年的8月 不过逐科的报告早在6月20号就已经刊登 明显就是抄袭 他还加码爆料 论文在2014年禁止外界 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对此林志坚则回应 他自己是在5月就已经完成论文 还反控这就是抹黑 怎么做两届市长的人连契约都看不懂 真是不学无术 高峰被开场林志坚不学无术 北市议员王鸿威猛攻林志坚 论文抄袭争议再提新市政 在6月20号这个委托案的 刑贸报告已经出来了 林志坚在6月26号它是孔氏 论文出版是在当年度的8月 他不是就已经侵权了吗 我其实在5月就已经完成了 这一份论文 因为你要跟口试委员也要约时间 林志坚口径没变 论文5月就完成 但王鸿威紧要在中华大学图书馆 遭到论文正本 上头出版时间是8月 但逐客报告6月就出炉 还点出这论文 从2014年起就不开放外界 他是否真的有办理相关的授权 以及支付第44条第4项所讲的 费用给厂商 让厂商转而支付给租客管理 应该针对这一部分 详加的调查 抄袭云还牵扯到侵害著作权 律师颁出发条 又主管局着手调查 但令头台大心有回应 北市议员徐草新6号向台大检举 林志坚的论文涉嫌抄袭 8号获得正式回复 已经通过要件审查台大确定受理 我的这两个论文呢 都是在指导教授的这个指导之下 我自己来把这两个论文完成 台大的这一个论文 我是原创者 两本论文都现抄袭云 林志坚这句原创者 恐怕还得看台大的审查结果 这台片台湾总的报道